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恢复全国统一命题 这个全国统一命题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考一张卷 对此教育部长的回应是为时过早 那么全国一张卷到底好不好 是不是到了该回归过去一张卷的这个时候了 我们今天TV头一起来关注 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 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发表您的观点 您将有机会获得由门窗木墙五级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目前我们国家高考的试卷是怎么出的 教育部部长袁桂仁日前表示 2016年全国将有26个省份选择统一命题 北京 上海 天津 江苏 浙江五省份 还是分省命题 据了解从2004年开始 我国先后在16个省份进行分省命题试点 15个省份由国家考试中心命题 但不是一张考卷 而是有四套考卷 这就说明我们每年高考约有20套不同卷子 原贵人说 每年的高考有17家单位在命题 除了成本大之外 质量不一是最大的问题 2016年原来16个分省命题的省份 已经有11个省自动申请退出了 因此今年的全国高考将会有六个命题中心 一个是国家的 其他就是这五个省市的 对于将来高考是否会过渡到一个命题中心 也就是俗称的全国一张卷的问题 原贵人表示 使用一份卷子要由实践来提供答案 这个事情还为时过早 好 对于代表委员他们的呼吁 希望尽快恢复全国统一命题 也就是高考一张卷 各位是不是赞同 我觉得赞同 应该说是大事所趋 今年福建省已经开始回归全国统一实践了 我觉得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资源优化配置 一套人马能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16个省还需要16套人马呢 实际上出高考事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任务和政治任务 我记得福建省第一次高考命题的时候 我听那个有命题的老师回来是 关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找一个偏僻的地方 然后整个武警部队看守 这个三个月磨出了一套题 然后接下来到最后的时候 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人力 物力 财力 大量的消耗 如果是全国是统一命题的话 就有全国一套班子来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是16个省市都分省出题的话 那么就有16在家全国这个出题中心 一共17套人马 对 大量浪费 再也就说一到一个权威性的问题 全国事件 全国的专家 优质专家 对吧 来做这个事情 那总比各省的这个专家 可以说如果省它本身文化程度高还可以 如果相对来讲文化程度低的话 确实是涉及到一个出题 人才也面临枯竭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大事所需 那当时为什么会从全国的统一命题 实施了那么长的时间 然后从04年开始也变成分省 而且有16个省市自己来出题 郑老师 您觉得是怎么样 我觉得根据我的回忆是 我是高考恢复的第一届大学生 当时邓小平当机立断恢复高考 我们非常震动 然后那时候因为急 马上就要高考了 所以来不及了 就各省分开命题 那福建省的命题主 听说是把他们关到庐山 然后他们第一次到庐山 关到庐山上面吃了考件 然后考件再送到家门来 送到福建来 那么紧接着到78年开始 一直到2004年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我们想说全国一张卷 运行是平稳的 它最大的体现是高考的公平 我记得这段时间里面 有一个就我当时插队 闽西那个县的那个山村里面 有好几个农民的孩子 考上了北大 一手挺胸 到北京去 偏偏那个同一届的学生里面 有一个是县长的女儿 我们知道县长在每个县里面 是多有权威 可是他就差了一分 进不了下半 急着他老爸是团团乱转 所以我感到非常怀念 那一段时间 那么改成这种 分审出卷以后 打折是教育改革的旗号 但实际上 他掩盖了很多矛盾 使我们看不清楚 到底福建的成绩 跟你北京市的成绩 差在哪里 因为不是同一张卷 因为就没有可比性 这里面有阴谋 好听听 谢谢袁老师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更担心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 本着教育公平 和教育均衡化的一个必要 去实行高考的全国卷 考什么卷子 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如果大学的招生计划不变 招生的分配比例不变的话 其实你考什么试卷 最后各省 还不是一样不同的分数线吗 其二是在于 我觉得这可能会恶化到 我们现在的这种 就是评比或排名的一个环境 有了同一张卷子之后 各省市之间的排名 各地市之间的排名 各学校之间的排名 那真是铺天盖地 我已经能够预想到 那种比较残忍的结局了 就对于不同的地区来说 好的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这个从郑老师 77年全国高考恢复的时候 是分赏 因为那个时候来不及 准备统一试卷 那么从78年以后到04年 都是这个统一试卷了 那然后呢 04年之后呢 开始逐渐有分省出题 那么这一路上来 这个道路的这个历程 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这段历程 在2000年之前 五国高考一直实行 全国一张卷 从2000年开始 实施统一高考 分省命题的组织方式 当年广东 山西 吉林 江苏 浙江五省 试点进行高考 三加X改革 其余省市仍实行 三加二高考 因此当年教育部考试中心 共命制了七套试卷 之后几年 由越来越多的省份 加入自主命题行列 这些年来 教育部先后 在16个省份 进行分省命题试点 这一趋势 自2014年发生改变 这一年的9月 国务院出台 关于生化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 实施意见 当中明确了 从2015年开始 要逐步增加 使用全国统一命题 高考试卷的省份 全国实行 自主命题的省份 开始减少 2015年 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 增至18个 2016年 使用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 将扩大至26个 好 这个从全国统一试卷 到各省分省 这个出自己的题目 叫自主出题 有的是经历了十多年 应该来说 都有自己的一个套路 都有自己的一个 出题的思路 还有命题的难度等等 那现在如果说 我们来回归过去的 全国统一试卷 那它的难度 会不会比较大 执行起来 会不会比较难 靳老师 我觉得这个是 肯定是有难度的 因为实际上 全国界刚才我说的 主要是高校老师 他这个 是命题的主要参加者 他们的视角 他们的这种 对学生的要求 和我们中学老师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福建省的 命题的话 据说是以 正学老师为主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全国界现在呢 比较强调是 这个高校改革的 这样一个 教育目的的 这个方向 比如说他特别强调 是探究性的 开放性的 然后呢 强调一个 学科的树养的 一个问题 我正 我正是学科的老师 那我比较一下 全国界和我们 福建省的 政治事件呢 是有一些差别的 其中最突出的一点 就是学科树养 这方面 他特别强调这一点 那我政治事件 就是政治事件 那政治事件当中 不应该因为出现 中这个 传统的古文 不能造成理解的障碍 或者说什么英文 这个警句 或者出现一些 数学的一个计算 通过这些呢 来障碍学生 达政治事件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很好的 就是我们政治事件 就应该考 政治事件的 这样一个核心价值观 它是一个数理逻辑 它的一个逻辑 思维加一个能力 我是不是可以 这样理解 就是说如果继续 分省出题的话 难度会比较大 但是回归 全国统一事题 我们就把这个 权力上交就完了 我们再不用出题了嘛 对 但是那个全国卷呢 它是比较单纯的 就是强调是 考察你的知识 那么省里的 出题的时候呢 它省里可能 更多强调说 你有福建省情 那这样的话 就会出现存在问题 比如说有一年的 这高考事件当中 考到这个福州的 三方七项 作为一个背景材料 然后闽西闽北的孩子 马上就打不上来了 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一个 因为福建 理解的障碍 对 省里的事件 就是它是一个 这个具体化的 微小的出发点 它这个就是 带有种主观性了 它没有 就是有失公平了 谢老师 那我觉得金老师说的 这种案例 在全国卷中 未必就不会存在呀 比如说我们 希望孩子们 考一首关于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 这样的题目 那我想中部和西部地区的 孩子们 就没有那样太多的体验 和一些经历了 但是如果像我们 这个全国卷的英语事件 其实我们更多的 就是福建卷和英语 全国卷 都有重视在阅读的 这种知识面的一个考察 就是阅读理解能力 在阅读的这个题目当中 我们选取的文章 从政治法律 经济文化 各个方面都有 那这个涉及的面月广 其实对于各省市的 这种均衡 其实也是一种挑战 那再涉及到 这个教材的选用 因为全国如果 二十几个省市 都使用相同的教材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 这也是对于教育的 一个这种特色 还有这个地域特色 文化特色的一种就是扼杀吧 那当然目前 我们没有采用相同的教材 那这个其实又是 对命题的一个 相当大的挑战了 就是既要保存这种特色 又要有这种统一性 我觉得是挺难达到均衡的 就是没有绝对的 我觉得福建出建的水平 在全国是有目共睹的 经常受到国家的表扬 特别是我觉得 福建出建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是有文件 但是我们省以为 孙少镇为首大师 每次都出非常妙的题目 而且呢 跟过去不重复 很不容易啊 一连二十套题目 你过去不重复 就福建做到了 但是福建做到了 也出了很大的疲漏 有一年的考卷 有一考卷出的题目是 战胜脆弱 哇 这题目高大上 而且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结果不得了了 到了考生手里 所有的考生 首先想到的是 让他老爸变车祸死掉 然后他终于战胜悲痛 老妈死了不过瘾 老爸死了 我这个悲痛才足够坚强 足够战胜脆弱 结果闹了一个 全国性的大笑话 那其实像这样的话 这个各省如果 就像您说的福建省这样 大家把自己出题的负担 或者这个包袱给放下 再把这个出题的权力 上交给全国统一命题 这是一件 应该来说是比较轻松的 你想要不见这个出题大省 都已经缴械投降了 北京上海你还不赶快笑话 好的我们来看看在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发表的意见 他们的说法 洪六姐说 未必就是公平的 教学质量差异 还有教师素质高低 软硬件好坏 让一位贫穷地区的孩子 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孩子 做同一张试卷公平吗 显然他是认为这样不公平 厦门天使1976说 高考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 最公平的升学制度 统一是我们能想到的 最合理的考试方法 知识统一试卷 格勒说 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 一张卷貌似保证了 高考生的起跑线一样 但掩盖不了教育资源 分配不均的现状 的确东西或南北 差异是明显的存在的 Love Mama2080说 改卷好像还是独立的吧 个人觉得 这样没有体现地方差异性 虽然公平还是缺点什么 那他的意思是不是说 这个除了卷子要分手 然后改卷也要分手 好 欢迎大家 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 继续发表您的观点 您将有机会获得 由门窗木桥武器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 提供的奖品一份 这个当初教育部呢 下放高考命题权 目的是为了推进素质教育 深化课程改革 而现在有一些评论认为说 全国一张卷比分省命题 更科学 更能体现教育改革的方向 到底哪一种方式 更能体现改革的 这个教育改革的方向 金老师 我觉得实际上 这个也不能完全一概论 实际上我们福建省 这十多年自主命题 那么每年的这个教育部 在组织这个优秀试题的 这个选拔当中 福建省是入选 是最多的一个省份 实际上我们是有这样一个实力的 但是呢 现在可能是因为长期 这样一个十多年 可能有一些 没守成规的东西 或者说这个相对来讲 事业可能就变得一个固定化 那么这个确实是 全国卷的话 那可能更能有利于 这个代表这个国家的 教育的改革方向 所以说 那改革的方向 到底是什么方向 方向是什么 是更好的检验出 学生的知识方面的 一个素质和积累 还是说 更体现出素质教育的 一个成果的检验 不 我觉得这跟改革 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本来嘛 就是说 分审出卷 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现在又是把复杂的事情 简单化了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的事件 我们看美国的托福 英国的雅思 他们全世界一张卷 后来变成两张卷 是因为时差的问题 南半球一张 北半球一张 我们中国都在一个半球上 所以不存在时差的问题 为什么要搞那么多考验 来折腾 谢老师 那我觉得这个 就是说 我们谈到国外的 这个录取制度 和他们的考试方式 像美国的托福 这种语言文化水平的测试 那现在像我们 全国卷的这种考试 它也要求说 在接下来的时间 逐步地去推进 这种一年两考 甚至两年三考 这样的一个制度 就是希望说 这也会成为多卷了 对 这个透明化也好 其实这个就不是 全国统一卷 其实也就是一年多卷 然后每个考生 可能面临的试卷的 这个情况就不一样 但其实是不是 对于这个 全国的这个出卷 就命题中心的 一个整体水平 包括它的这个 出卷的标准度 这种标准测试体系 其实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我觉得 你的感觉上 就是说到底是 全国统一试卷 还是分省出题 分省的试卷 更能体现出 改革教育的方向 教育改革的方向 我觉得其实这两者 就是都 其实本质是相同的 其实最后考验的 应该是说 命题中心的水平 就是每一个省的 这种教科研的水平 还有它最后 专家们就命题的 这个水平了 我觉得 好的 高考一张卷 到底好不好 我们现场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继续谈讨 合酒必奔 分酒必合 全国高考一张卷 呼声越来越高 加入一张卷的队伍 越来越多 高考全国一张卷 能否推动教育公平 能否缩小 高考地区间的差异 高考全国一张卷 时机是否成熟 TV2欢迎亮剑 高考一张卷 到底好不好 好 回到正在直播的TV2 对于高考一张卷 到底好不好 欢迎您通过我们的 互动平台发表您的观点 您将有机会获得 有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 提供的奖品一份 那么对于全国高考一张卷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了解一下 各地教育界人士 这些老师 他们的看法 江苏外国语学校老师 朱明华说 高考分省自主命题 不仅使高考的权威性受到质疑 而且由于各地命题思想 命题难度 及考察知识范围 知识点不同 导致各地高考成绩不具有可比性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范国锐教授则认为 改革不在于一卷还是多卷 而是应鼓励北上广等高校聚集的地区 更多招收外省市学生 同时鼓励北上广的学生报考外省市高校 河南建业外国语中学高中化学教师 叶俄说 全国一张卷是一种进步 但如果不解决各省份录取分数线和招生名额问题 也谈不上真正的高考公平 教育学者熊炳奇表示 目前高考录取制度下 只有调整各地的高考录取指标 才能缩小高考录取机会差距 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录取机会差距 好 这个各地的老师教育学人士 他们对于高考一张卷到底好不好 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是可以的 有人认为其实这个高考除了卷子之外 包括录取制度改革 也关系到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面 所以接下来我想问各位的就是说 各位认为就是全国高考一张卷 它的这个公平性 是不是能够使它更加公平 金老师 我觉得是很难实现公平 这只是第一步 这只是在考察能力上 可能是大家可以看到 各不同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有个差别 说省一省之间或笑一笑之间 我们对比一下就各省出卷来说 到底哪一种方式是更加公平 各省出卷和全国统一卷 各省出卷的话 那因为它的难度系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是不可比的 那么全国卷既然是同一档式卷的话 那各省通过成绩可以比较出 它的教育水平教育质量 但实际上对高考的录取的公平 这一块的话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因为这个还涉及到各高校 在各省的分配的比例 是吧 那还涉及到各个高校 对这个省 它有没有自主招生的名额 它还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加分政策 它有没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其他方面 所以说实际上呢 这个单凭一张卷就能实现教育的 这个高考的公平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现象就是 这次坚持还要自己分省出卷的 像北京啊 上海啊 天津啊 江苏啊 都是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地方 都是最不公平的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有 只是江西我觉得有点另类哦 它也加入这个海面 江苏 浙江 江苏浙江 江苏浙江 刚好在四个地方 都是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地方 最不公平的地方 我觉得用试卷的分数 去衡量公平本身 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不公平了 就两种出卷的方式 本身各省市之间存在的 教育资源的配比不均衡的现象 已经在了我觉得 如果用全国统一卷去求这种公平 我们并不能说 在全国统一卷的情况下 这个省市的学生的分数 比那个省市学生高 它的素质就高 或者说它教育的成果 就一定是好的 因为这个体现了 这个试卷的 这个本身的这个科学性 然后其二就是觉得 各省市自主命题 其实也未必就 我们所谓的就不公平 因为我们最后所达到的 还是在这个同省市的 同卷子的情况下 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录取比例 所以还是 省市自己的孩子在竞争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 很难看出哪种出卷方式更高 就是把现在的分省出提议 逐渐地回归到 全国统一命题 也并不是说 就变成了在公平一些上 这个公平更能够 要有所提升 是不是 这一定是一种 在这个问题上掩盖了一个事实 就是真正的教育不公平 因为在2001年 有一个案例 就是说三个 山东的高三的学生 带着他们请的律师 到这个北京 最高人民法院 去把教育部给告了 告什么呢 就是同样 北京和山东省 全用的是全国统一卷 但实际上呢 本一的录取线 竟然差了一百多分 那么也就是说 北京的孩子 它可以低于山东孩子 一百多分 可以进北京的 重点的高校 因为他们所在的省份不一样 对 而山东省却不行 山东要高出一百多分 才能够加入到 这个北一的高校 这是多么大的不公平啊 为什么这五个省市 还是在逐利的 所以同样的一张卷子 全国统一命题的 这个卷子的话 如果说你划分的 这个线划的不一样 同样也还可以 从另外一个方面 体现出不公平 是吗 那么这个时候 教育部就更容易 进行全国的宏观调控 而不会掩盖这样的事实 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 在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发表的意见 喵总说呀 好吗 也就是说 这个全国统一一张卷 到底好不好 他说好吗 这样将会迫使教育 更加注意统一性 造成思想僵化 扼杀思想的多元化 非常不利于 长远的人才筛选 白水牛一说 全国高考一张卷 泄题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这对于高考的公平性 反而是不利的 晒雪儿说 北京上海的孩子 本就享受了 高于其他孩子的 基础教育资源 还要适用低于 其他孩子的考试标准 天理何在呀 红帮主说 统一命题 统一考试 统一录取 可行性很高 公平度最大 这才是众望所归 而且成本最小的改革 这个成本最小 估计大家都比较赞同 起码出题的班子 只有一套 好 那各位觉得 我们先抛开 这个所谓的全国一张卷 或者分省试卷来考试 那除了这个卷子以外 怎么做 才能够可以使我们的高考 更趋于公平 听听郑老师 其实在这之前呢 教育部也做了很多努力 比如说他像对这个211985的大学 他对一些西部山区 西北地区都有名额上的限制和照顾 所以我们下大下 分数录取分数不一样 对 但是有名额给这些地区 所以这名额一定要保证的 所以我们下大在贵州啊 在新疆啊 找到很多学生 像我们社会系 就很多这些地方来的学生 我想说这些努力已经做了 其实不在于这个卷子 到底不完全在于 是在于录取的时候 咱们的标准怎么定 我觉得不仅仅是说 录取的时候怎么定 第二是评价方式的这种多元化 其实会让一个孩子 就走的路会更宽一些 单纯用分数来去讨论 一个孩子是否拥有上大学的权利 其实本身已经是一件 就是比较绝对的事情 是 光让卷子来 所谓的一考定中生 那除了卷子之外 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 多元的评价的方式 是又科学 然后呢又是公平的 我觉得应该是鼓励学生 就是各种 我觉得其实特长的发展 其实是很值得 去鼓励的一件事情 当然这个特长 不只指的是我们以前 就是大家盛行的这种竞赛类 其实各种体育 音乐 美术等等 这就是国外的时候 在大学选择人才标准的时候 他其实更关注一个学生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方方面面所取得的 一些进展 或者是他的一个进步和成长 这样的一些文书的写作 其实会给他增添很多的一个分数 就是在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软性分数上面 在关键软性的分数 就可能评价起来也比较软 难以让人觉得 你这个标准到底是 他的还是他的 哪一种标准是标准的 就很难讲 不过这在各国都有非常成功的案例 但在中国实施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它会影响到教育的公平 比如说可能人家会很多人 叫老师出一些伪的证明 伪的评价 老师可能给你一个评价高 他要收多少回扣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不诚信 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我们现在看到有一点 就是2017年 我们国家高考要实行改革 那这个改革呢 其中在考试科目上 就开始实行改革了 比如说语文数学是必须考试的 英语呢 推向市场一年考两次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同学还可以根据高校所 选择这个专业 自选三科 不分文理科 那么这一点呢 学生可以可能考的是 喜欢的是历史 地理 还有可能是生物 这样三科也可以合并 那这样的话呢 完全可以尊重 尽可能地尊重孩子的 这个个性和他的潜能 那还有一个呢 这个自主招生 要在高考之后自主招生 这样的话呢 也给高校呢 以更多的这样一个 吸收优秀人才的机会 也给孩子呢 一个有序地进行高考 这样一个 原来是自主招生 搞的一团招 然后再让学生 再去参加高考 这首先是违背 整个这个教学之需的 就是高考之需的 这个如果都在劝 对 还有就是说到 少数民族的这个加分 是依然保留的 据我了解 下大这个少数民族医科班 并不招福建省的 少数民族学生 因为我们福建省 是享有了 优秀教育资源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 它只是给西北 这个这些少数民族的 所以说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希望 这个国家的積ソ助教育 推断将越来越 想要 越来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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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